早晨早晨 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2月28日星期日早上的第一節 我們一起去跟進本港的最新情況 話說清算行動 終於蔓延到高官的頭上 在最近幾天 《大公報》和《文匯報》接連連株炮發 狂轟新上任的食物及衛生局常任秘書長劉利群 指控他在2019年擔任食物環境衛生署長期間 他對於示威者的文宣清拆不力 質疑他是不符合愛國者治港的標準 與此同時 新聞黨主席葉劉淑儀 竟然膽敢和左暴抬降 想出面叫停他口中的所謂文革式批鬥 其實他這樣說已經是相當政治不正確 因為他口中這些所謂文革式批鬥 正正是由左暴所發動 由這件事反映出 香港的管治精英階層已經是人人自危 甚至連業樓都已經識驚了 在說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看看到底大公和文匯 炮轟劉利群常任秘書長什麼 首先他們批判劉利群在擔任食環處處長期間 放任那些所謂的黑暴分子 就在全港18區瘋狂張貼反中亂港的文宣 但是食環處就一直懶理 沒有積極去清理 一直是去到2019年的11月 食環處才是和警方路政處 開始共同清理各區的連儂牆 其次大公報指控說在2020年5月 全港多區就出現了支持國安立法的標語 食環處迅速行動 反而在去年的10月 全港多處地區出現涉及台獨內容的環額 懸掛多時都未見有食環處人員拆除 再者就是大公報指控說劉利群的老公蔡海偉 是社聯的行政總裁 曾經是公民黨的成員 而社聯在2019年的示威活動期間 曾經開放場地 給所謂的暴徒休息 質疑劉利群懶理示威文宣 是和她老公的政治取態有關 最後他們就引述了香港政研會的意見 認為劉利群是不符合愛國者治港的原則 要求特區政府重新檢視調升劉利群的決定 大概左捕炮轟的劉利群就是這幾項罪名 其實現在這個劉利群事件 我認為只不過是一個引子 劉利群這個人本身不是有什麼重要的 反而來說那些左派就想借炮轟的劉利群 利用鬥倒劉利群去嘗試奪權 因為馮偉光有一篇文章 其實她寫得很清楚 也很露骨 究竟現在炮轟劉利群這件事 背後是想做什麼 當然不只是抓到劉利群那麼簡單 馮偉光在她那篇文章作出幾項建議 她說為了更好貫徹愛國者治港的更高要求 為了讓兩辦能夠真正肩負監督之責 她就建議第一 七百多名的政務主任 即是AO 那個人事檔案必須要呈交兩辦對口負責單位 好讓兩辦能夠清楚掌握這批治港者的背景和往跡 第二 日後凡是AO的作聲必須要由兩辦副署同意 兼且由駐港國安公署審查過她的背景和往跡 由最初一級的政務主任一直作聲到D8級 都必須要有兩辦副署手行才可以作聲和公開宣布 好 所以其實她們的盤算已經是很清楚 寫了出來 就是想借著劉利群這件事件 來操控政務主任高級官員的生殺大權 到底哪一個人能夠升哪一個人不能夠升 遲些就可能不是特區政府說了算 按照馮偉光這個建議就是要由兩辦副署和駐港國安公署的批准 就是說整個政務主任的生態圈就會成為大陸的掌控範圍之內 大陸應該不會純粹滿足於鬥倒劉利群那麼簡單 劉利群事件只不過是一條導火線 真正的目標就是想奪取政務主任的人事變動大權 上一任的中聯辦主任王志民曾經說過 說希望中環西環可以走在一起 來到現在似乎這個目標就越來越近了 而且不僅是走在一起那麼簡單 而且西環還會吞併中環 往事說兩個權力核心的說法 到最後只能歸一變成一個權力核心 這個權力核心就是西環 上一邊怎麼會讓你搞兩個權力核心呢 他一定會駕兇你一定會削你的權 現在正正正正在向這個方向行進 始終說上一邊只能把他們信任的 香港的政務主任公務員團隊 畢竟都是香港人 對於他們來說是自己人比較親 在2019年的時候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留意到有兩件事件發生過 第一件事就是2019年過年的時候 王志民曾經去到政府總部 跟公務員進行了一次宣講 那次的宣講會本應是由林鄭親自主持 但是由於他身處在海南島的關係 所以他就不能出席 但是他在當日其實是沒有行程 他在海南島的原因是因為要出席博俄亞洲論壇 但是王志民搞宣講會那一刻 他在海南其實沒有什麼特別事做 但是故意缺席了 第二件事就是大家記不記得池山寺的一幕 誠哥想撮合王志民前主任和林鄭握手 誰知道林鄭無厘頭又去看標 搞到整個場面相當尷尬 在這兩件事發生過以後 那時候有些報導傳出消息 其實西環一直想駕馭香港的公務員團隊 但是林鄭顯然不太配合 來到這一刻 劉利群被左派去空群而出批判 相信也是為了駕馭公務員和政務主任 就是要站在這群人的頭上 所以劉利群的去留 其實就是會反映到這次權力鬥爭的結果 我們又看看葉劉在Facebook上怎麼說 他出了一篇文章 標題是 《請停止文革式批鬥新任食物及衛生局常任秘書長劉利群》 第一段說 日前政府宣布食環處處長劉利群女士 獲晉升為食物及衛生局常任秘書長 消息公布後 葉劉發現很多建制派的網上群組和網頁都鋪天蓋地攻擊劉利群 包括在前年社會事件期間沒有好好處理連儂牆 又質疑她老公是社聯行政總裁蔡海偉 認為蔡海偉是黃絲 指劉利群不符合愛國者標準 並且批評政府為什麼會被劉利群升職 接下來的幾段 她也是幫劉利群說行 說她是一個資深和能幹的政務官 諸如此類 反正她認為劉利群升任職位 最後她說 事實上 目前政府內資深政務官已經買少見少 最近一位D8級資深政務官容偉雄退下火線 所以她說應該好好珍惜 這些由政府培育多年的政務官 以免影響政府的有效運作 其實她整篇文章都是充滿政治不正確的觀點 第一她說別人在搞文革式批鬥 到底這些文革式批鬥是由誰發動的呢 其實那些左報是有份說這些東西的 當然葉劉沒有點名來公開批評左報 但是就暗示了別人搞的那些是文革式批鬥 你作為這個行政會議成員說這番說話出來 到底會不會有些什麼的後果呢 我不知道 接著她又說 這些資深政務官是由政府培育多年 什麼政府呢 這些人大部分都是九七之前入職的 是港英政府培育的 這些如果你說出身的時候 又是有問題的了 為什麼呢 因為你是港英時候培育的嘛 那豈不是港英如孽 那時候曾蔭權爵士做行政長官的年代 很多老左都批評曾爵士說他就是港英如孽 好了 葉劉還說到 就是說不要影響政府的有效運作 即是他暗示這些所謂的文革式批鬥 就是會影響特區政府的有效運作 嘩 你說到這些其實指控都是很嚴重的 那因什麼解救啊 他會這樣奮不顧身走出來 和那些左報啊 和那些建制派的深紅人士抬降呢 當然就不是說良心發言 其實這件事就已經反映到 香港那些傳統的管治精英階層 已經是人人自危了 是民島震循了 覺得不妥了 首先來講那些左派 就走去攻擊劉利群的老公 是公民黨員 是黃絲諸如此類 實情社工界裡面來講 普遍都是以淺王為主 不過其實也充斥著很多那些專幫新移民的社工 是不受到社會廣泛認同的 好了 你說這個所謂蔡凱偉 到底他在這個抗爭活動當中擔當著一個什麼的角色呢 其實也不是一個很重要或者很活躍的角色 但是由於他的出身 他曾經擔任過公民黨黨員 所以就成為了攻擊的對象 這些對於那些傳統精英階層來講 是很驟忌的 因為今時今日他就是這一套的標準 但是這個標準肯定就不會是唯一的標準 而且是會變動的 是會不斷地上綱上線的 比如說有部份的建制派人士都已經開始提出 就說特區政府的高級官員 家人都不應該是取得外國國籍的 因為現在的高官上任之前就必須要放棄外國國籍 但是很多高官的家人本身都持有外國國籍 所以就形成了一個叫做裸官的情況 比如說林鄭就是其中一個的表表姐 她老公和兩個兒子都是取得英國籍的 比如說葉劉的女兒長期都在外國做事 當然她的女兒取得什麼國籍就沒有資料說 不知道她是純粹拿特區護照還是有外國國籍 反正你長期在外國做事都足以令人有所說病 所以今天她就是攻擊劉利群 難保他招又不知道會攻擊這些裸官諸如此類的東西 因為沒有人會預料得到 故此現在這些傳統管治精英階層民道陣除覺得不妥 就想走出來反抗 包括葉劉出來公開抬降 說別人搞這些就為之是文革式的批鬥 問題就是你來到這一刻 輿論上沒有人會支持你 因為這些可以說是自食惡果 這些傳統管治精英階層 大部分都有份為虎作槍 幫政權來對付香港人 你現在遭到政權對付的時候 哪有人會幫你說話 這就是自己拿來的 因為你有份造成今時今日這個社會氛圍 這個社會來到今時今日這麼極端 這麼分化 這群人是有份一手造成的 不要說這群人完全沒有責任 所以來到今天被人倒轉槍頭對付的時候 是沒有人會幫你說話的 大家只會變成吃花生 這些就是逐個擊破了 也是沒辦法的 這就是歷史的必然 這些全部都是有歷史規律的 你葉劉今天走出來想叫停這些所謂的文革式批鬥 我想請問 葉劉過去這麼多年以來 又有沒有曾經參與過什麼的文革式批鬥 是針對香港的年輕人 示威者 抗爭者 諸如此類 又或者換個問題 在過去這麼多年以來 你葉劉有沒有嘗試曾經叫停過 針對這群人的所謂文革式批鬥 答案很清晰是沒有的 因為你事實上是沒有幫這群弱勢說過半句話 總結來說 劉利群事件只會是一個開始 不是一個終結 就算這次能不能夠鬥倒劉利群也好 往後就只會有更多類似的事件發生 一直達成他們的目標就是奪權 港人治港我相信走到最後都不會變 不過究竟那個港人是由哪些港人去做呢 是不是港漂人士去做呢 港漂人士都是港人 因為他們都會拿到香港身份證 所以搞到最後我認為港漂治港就是一個大趨勢 因為這群人才是上邊所信任的人 而且這群人全部都是外省籍的 全部的母語都是普通話的 你這群土豹已經隔了一層 你本身也是廣東省籍的 很多都是 就算不是廣東省籍 這群人都是接受西方教育 或者是本地大學教育 很多也是在97之前就已經入職了 你是受殖民地的政府所培養出來的 在兩邊的背景一比拼之下 他怎會相信你這群人才行 這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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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